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翻译本刚刚由新经典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这是一本拼野奇狼他自己明白说 必须要放在一个虚构的架构里面 虚构的场景里面 才能够铺陈开来的一个浪漫爱情的传奇 这个浪漫爱情的传奇里面 当然有许许多多关于爱情的描述 我们必须说 这部小说之所以迷人的地方 有一部分也就在于我们可以看到 贫野奇狼对于什么叫做爱情 什么叫做恋爱 他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描述 例如说他这样一段话 描述书里面的男主角 石野充实 他在遇到了小枫羊子之后 他的一段领悟 他说石野突然懂了 恋爱的功能是让人谦虚 随着年纪增长 人之所以会远离恋爱 除了想恋爱的热情枯竭了 更重要的是 不愿意再去烦忧 不想担心为了被爱 自己欠缺什么 十几岁的时候 谁都拥有过那种清澈自我意识 渐渐随着年岁而烦闷 而且动化了 兴趣或工作的得心应手 轻易就抚慰了人们 因为不美 因为不快活 以及担心不被爱的孤单 轻易就忘记了 曾经为了要被那个人爱 而且要变美 变快活的 梦幻的心情 然而若不想变成 值得对方爱的人 恋爱究竟有何意义呢 这是一个关于 两个人相遇相连的 一个传奇故事 所谓传奇故事 也就意味着 首先两个人之所以彼此相爱 是非常的快速 两个人在第一次见面 甚至第一次见面 在深夜分手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什么样的肉体上面的接触 但是在心灵上面突然之间 十夜充实跟小枫杨子就认定了 他们遇到了过去从来没有遇过的重要的人 可是在那样的一个偶然突然传奇性的机会 相遇之后 两个人人生又各自走着原来的路 十夜充实继续想要灌录 他本来唱片公司邀请他灌录的跨界唱片 但是这个时候 他的人生的困扰就使得他对于音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以及自己的音乐究竟要带给自己或带给观众什么 他越来越没有把握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原来非常充满了自信 而且能够非常纯熟演奏的音乐 突然之间就卡住了 所以他取消了唱片的灌录 接下来他也从舞台上面半退影消失 因为他必须要更认真的去思考 自己究竟是谁 自己未来到底应该要怎么走 而这个时候同样的时间 小枫杨子他去到了伊拉克 作为一个法国的通讯者的一个记者 而就在2006年的伊拉克 最危险最恐怖的伊拉克的巴格达 他经历了恐怖分子在他所居住的饭店 所引爆的炸弹 而且那样的一个经验 让他无法忘怀 意味着当炸弹被引爆的前一刻 他不过就在被炸弹炸掉的那个大厅里面 在访问一个人 在访问完了这个人之后 他上楼 就在他上楼 没有多久几分钟之后 炸弹引爆了 炸弹引爆了之后 所以接下来 他所访问的那个人 就死在这个恐怖攻击里面 他自己逃过了一劫 然而这个在他的心里面 必然长下 必然留下了 非常非常深刻的恐慌跟伤痕 他清楚的记得 而且他意识到他的生命跟死亡当中 就只差那么短短的几分钟 如果当时他多问一个问题 晚一点结束那个访问 他就已经不在这个人世间了 人的生命可以真的就是脆弱 更偶然到这样的地步 虽然他在伊拉克的时候 他仍然非常勇敢的完成了他的任务 可是回到巴黎之后 他就开始出现了非常清楚的这种症状 这个症状是创伤后症后群 所以他开始会被各式各样的恐慌给抓住 而且是恐慌来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使得他不能睡着 有的时候更严重的是 会在他完全无法预期 他无法防备的情况底下 就突然之间袭击他 所以他的人生也进入到了 另外一个可怕的环境里面 这个可怕的环境 逼着他不得不重新思考 我究竟是谁 还有我现在在我的生命里面 到底要什么 我要如何从这样的一个创伤 从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环境里面 能够走得出来 也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跟这样的状况底下 他又发现 原来他跟他的未婚夫Richard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就已经就是一个习惯的关系 他跟Richard之间并没有 就在他跟时也冲子 他跟时也冲子 那么短暂相会 那个夜晚所给予他的一种心灵的感动 他觉得时也是一个真正了解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了解他的情感的人 而相对的 这个时候Richard反而不适 也就在两个人这样的一个人生中途的 各自的挣扎当中 这个时候终于有了机会 时也冲实 他特地去了法国 然后到巴黎 再去探访 小枫养子 在两个人的第二次会面当中 这个时候就各自 从人生的这个迷路的环境当中 找到了对方 所以也就肯定了这两个人彼此之间的爱恋 当然这个爱情既然它是一个传奇性的浪漫爱情 他也不可能就这么顺利的进行下去 不过因为有了时也冲实 跟小枫养子之间的这个新的关系 也就让小枫养子 重新再看待他自己生命的过去 这里面又在小说里 有一个很特别的连结 这个连结就是小枫养子的父亲 他的父亲是一个克罗埃西亚人 不过当他在成长 当他在作为一个电影导演而成名的时候 克罗埃西亚仍然只是当时的南斯拉夫 当中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他本来是被当作是一个 南斯拉夫的年轻杰出的一个导演 而在世界的影坛上面成名 他所拍的电影非常的特别 依照小说里面的这个描述 也就是他一方面迎合了 当时在狄托政权底下 南斯拉夫的这种国家意识形态 去拍南斯拉夫的革命战争 可是在拍这种革命战争的时候 他却对于战争的那种情调 加入了许许多多丰富的情感 他看起来表面上是 跟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战争的宣传 但是如果真正去看了这个电影的人 会被那样的一种情感 而不是战争跟革命的口号所吸引 但也因为这样 他的人生 他的电影拍摄的生涯 就有了一个转折 也就是他含藏在这种革命宣传底下的 真实的感情被试破了 所以他也被揭发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官方的立场底下 他被迫害 在这一部他的重要的成名作作品当中 就用到了 动用到了古典吉他的配乐 这就是为什么 石野充实 他会知道这位导演 同时他看过这部电影 因为依照小说里面的说法 大部分这一代成长 石野充实他们这一代成长的 古典的吉他演奏家 没有人不看这部电影 没有人不听到 这样的一个古典吉他的音乐 跟电影的结合 产生这么强烈的感情的效果 所以当知道小枫杨子 就是这一位 他曾经如此热爱的 心仪的电影导演的女儿的时候 石野充实 当然也就对于 小枫杨子的父亲 跟小枫杨子的声势 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好奇 他探索他探问 因此一步一步的 也就让小枫杨子 更接近他自己的过去 他过去非常的坎坷 因为他的母亲 跟他的父亲 两个人之间的结合时间 非常非常的短 母亲作为一个日本人 后来就离开了他的父亲 然后更进一步回到了日本 当他小的时候 他所运用的语言 跟他的父亲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不只是父亲 不在他身边 甚至有机会 跟父亲相处的时候 他也没有办法跟父亲交谈 这就是为什么 小枫杨子后来 花了很多的时间 很大的力气 努力的学习英语 因为只有把英语学好 他才有机会 可以跟他的父亲说话 那样是非常痛苦的 一个破碎家庭环境 长大的一个小孩 每一个人都知道 他的父亲是谁 但是他自己 却跟父亲之间 有着非常强烈的隔阂 因为认识了石叶充实 所以一步一步的 也就等于 石叶带着小枫杨子 重新去体会 重新去认识 他自己的爸爸 跟他自己的妈妈 而且就更进一步的发现 他的父亲跟他的母亲 都有他们各自 原来他不知道的一些秘密 这些秘密是什么呢 我们休息会 回来继续告诉大家 老大 这次要找的凶手很狡猾耶 有什么线索 几乎感受不到他的存在 但他却无所不在 等到头痛眼花 肩颈僵硬 心跳加速时 那就糟了啦 我知道了 凶手性高明血压 会导致心肌梗塞 脑中风等并发症 在台湾 平均每四个人 就有一位是高血压 却有近三成的人 一年内没量过血压 难怪我们抓不到他 只有养成量血压习惯 才能及早发现和治疗哦 没错 以上广告 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大家好 我是女生 有人叫我 真妹 也叫我 辣妹 不过 我最喜欢别人叫我 师傅 没错 我是汽车喷漆师 别看我是女生 我很努力 不断地练习 累积技术经验 用喷枪 才会我的人生梦想 性别不是阻力 尽情发挥潜力 耶 以上广告 由行政院提供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晨 这个城市多么美 阳光空气山河水 听见台北的声音 充满幸福的滋味 台北Radio 感谢你继续收听 杨道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介绍的这本书 是平野奇异郎的小说作品 《日间演奏会散场时》 小说里面两位男女主角 分别是吉他 古典吉他演奏家 事业充实跟原来担任记者的 小枫杨子 这两个人各自有非常复杂的人生的经历 尤其是小枫杨子 小枫杨子在小说里面 平野奇郎赋予他多重的身份跟角色 在小说的过程当中 他一步一步的接近 包括他自己母亲的过去 他的母亲后来搬回到了 Nagasaki到长崎去居住 他为什么母亲要回到长崎去居住呢 因为母亲在长崎出生 在长崎长大 为了什么离开长崎呢 因为他母亲是长崎元宝的经历者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 美国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接下来又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长崎元宝的时候 小枫杨子他的妈妈就在长崎 换句话说 他的母亲是长崎元宝的幸存者 借由这样的一个经历 平野奇郎他写了一个非常具有思想心 非常特别的一个失存的状态 就是什么叫做幸存者 这样一个人在原爆当中活下来 在他的身体里面 在他的森林里面 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拿掉的 没有办法拿掉的 当然第一个是那个恐怖的经验 原爆原子弹爆炸 当时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知识 有这样的防备 在一瞬间所产生的那个高温 所产生的那样的一个巨大的爆裂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一下子毁灭了整个城市 而且造成了将近十万人 在同一瞬间离开了这个世界上 这是不可想象的 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巨大的灾难 可是不只是这样的一个记忆 跟这样的一个伤痕 对于幸存者来说 他们还要处理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为什么这些人 同时间都走了都死了 我留下来 我留下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或者我留下来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只有这种幸存者 才能够真实的体会是 那里面所带来有一种罪恶感 为什么别人都死了 偏偏只有我活下来了 所以那样的一个罪恶感 那样的一种幸存的痛苦的经验 一方面开始的时候逼着 小枫杨子的母亲离开了日本 包括也因为这样 他会爱上小枫杨子的父亲 因为同样都是战争的受难者 或者是身上都带着 对于战争的种种的体会 而他一定会在小枫杨子的父亲的电影里面 得到一种安慰 因为这个人他有办法拍出这样的战争的电影 让那个战争看起来不是残酷的 不是血腥的 不是可怕的 不是英雄的 而带有一种人生的孤独跟疲惫 那个是真正能够应和 像小枫杨子她的妈妈 在日本经历长期元宝 她所感受到或她所需要的 一种心情跟体会 另外一件事情是 也就是因为作为这样的一个幸存者 后来让小枫杨子的妈妈又回到了长期 她必须要去面对她自己的这个过去 而也就从这里另外产生了 在这本小说当中 拼也其一郎动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隐喻 多次不同的角色都提到了另外一本小说作品 那就是汤姆斯曼的《混沌威尼斯》 《混沌威尼斯》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她度假的时候去到了威尼斯 但是很不幸的遇到了威尼斯爆发瘟疫 她本来是有机会可以在瘟疫袭击之前 在感染上自己染病之前离开威尼斯 可是偏偏有这么样的一个情怀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让她一直待在威尼斯 留在威尼斯 那就是她看到她爱上了这样的一个美少年 所以换句话说 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度的death wish 那样的一种死亡的本能 跟爱情结合在一起 构成了汤姆斯曼《混沌威尼斯》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接下来就贯穿了 拼也其一郎所写的 石野充实 小枫杨子 以及环绕着他们的所有这些其他的人 对人在追求爱情的过程当中 似乎在这个爱情里面 会随时一直都混杂着 一种毁灭性的冲动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罪恶感 也贯穿在这个小说的作品当中 小说作为一个浪漫爱情的传奇 它有一个最传奇性的东西 也就是最不写实的 我们刚刚讲了 很不写实的是 这两个人在第一次相见的时候 就爆发出这样的一个深刻的 彼此的互相吸引跟爱恋的感觉 第二次两个人在巴黎相会的时候 就肯定了这样的一场爱情 而这个爱情甚至强烈到刺激到 让小枫杨子决定 要跟他的原来已经订婚的未婚夫 即将要再准备筹备婚礼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断绝开来 他跟石野充实两个人这么短暂的一个关系 这个时候在他强度上以及重要性上面 甚至超过了他跟Richard 跟他的未婚夫之间的关系 这都是具备有高度传奇性的 但是更传奇性的是 接下来两个人说好了 在更进一步的环境当中 小枫杨子要到东京来找石野充实 可是就在他到东京的那个环境当中 那样的一个当下 石野充实对他来说 像他的父亲一样 取代他父亲的一位吉他老师 却因为中风入院 石野充实赶到医院里面 去照顾他的老师 所以他没有办法到车站 去接小枫杨子 偏偏又在那样的一个 阴错阳差的过程当中 他又掉了他的手机 他只好找他的秘书 找他的经纪人 去把他手机找回来 可是他的这个经纪人 他的这个秘书 同时也是长期以来 一直就暗恋石野充实的赵苗 所以赵苗在理解了 这整个状况之后 就是在偶然巧合的情况底下 他拿到了石野的手机 他就用石野的手机 写了一封模仿石野的语气 告诉小枫杨子 要跟小枫杨子 分手的一封简讯 这个简讯彻底的改变了 小枫杨子跟石野充实 两个人之间的命运 因为这样 所以小枫杨子心碎 离开了日本 回到巴黎 接着又从巴黎 搬到纽约去 跟Richard结了婚 可是他跟Richard结婚之后 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来袭之后 他又面临到他生命 不得不面对的这个考验 意味着他无法认同 他的先生 那个时候已经是他的丈夫 也是他新生的 儿子的爸爸 可是他所从事的行业 对他来说 是充满了各种不同的 不合理以及罪恶的性质 这些人 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财富 他们设计了各式各样 金融的巧妙的轨迹 用这些包装成为最新的金融产品 除了他们之外 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正确的了解 这些金融产品的内容 却把它包装起来 销售给各式各样的 带有投资梦想的这些投资大众 最后在泡沫破裂了海啸来临之后 这些人 他们继续过他们自己的生活 继续保有他们在华尔街 所能够享受的所有的这一切 但是却坐视 当时被他们的产品所吸引的这些人 在海啸当中 失去了他们的房子 失去了他们的财产 破产 然后流离失所 没有这样的一个罪恶感 没有这种责任感来面对吗 他看到了Richard跟Richard相关的身边的 这些金融界的朋友 他们仍然大剌剌的觉得自己没有做错 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强烈的挑战 强烈的挑衅了 小枫杨子 他的道德概念 另外一件事情 接下来 在日本这一边 小枫杨子莫名其妙的跟 石叶冲使分手的时候 石叶冲使在痛苦当中 他就不得不一步一步的接受了 他身边的这位秘书间经纪人 藻苗的爱恋的各种不同的情感 所以后来他也就跟藻苗求婚 两个人也结了婚 可是有一样东西 他不知道 但是一直在他们的婚姻当中 绝对没有办法离去 那是藻苗的罪恶感 藻苗知道 他是用那样的一个不正当的手段 把石叶冲使从小枫杨子的身边给抢过来 这个部分 日间演奏会散场时 又充满了像是类型的浪漫小说一样的 各种不同的troops 包括各种误会 包括偶然的巧合 而且真的是非常巧的巧合 这是小说的通俗的部分 或者是小说的娱乐的部分 然而终究这个小说还是要回到 去探索人要如何看待爱情 人要如何看待自己中年以后的人生怎么走 所以小说到了最后 有一个非常感人的场景 那就是小枫杨子跟他的父亲和解 然后借由跟他的父亲和解 他终于把他人生的许许多多的纠结 下定了决心 他又对于下一步 包括他跟十叶冲始之间的关系 重新做了整理跟检讨 至于他整理跟检讨之后 这个小说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收藏 当然我也就留带给 所有有兴趣的读者 让你们自己来看这部小说吧 这本书的书名 就是日间演奏会擅长时 作者是平叶齐一郎 感谢您的收听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